大家好,最新的消息,10月31日早晨,朝鲜发射了一枚洲际弹导弹 朝鲜的中央通讯社报道,国家元首的命令进行了此次试射更新战略导弹能力 创造了金的记录,显示了具有世界最强威力的朝鲜人民主义、人民共和国战略遏制力和现代性的可靠性 金针同志在现场说,此次发射是完全契合近来故意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共和国安全对手明确 并表示我们应对意志的恰当的军事活动,也是在不断实现我们国家战略攻击武力高度化历程中的必经之主 近期我们所目睹的对手危险的和同盟强化活动和行星色特的冒险主义军事活动 进一步突出了我们强化核武力的状态 我们绝不要容许任何威胁逼近国家安全影响圈,我们国家的安全状况和变本加厉的未来威胁与挑战 要求我们继续加强现代化战略攻击武力,进一步完善和应战态势 今天肯定的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绝不会改变核武力强化路线 那么这次朝鲜发射的弹道导弹呢 根据日本和韩国方面的最新的报道,这次发射的导弹 飞行高度是达到了7000公里 飞行约7000公里 目前是飞行86分钟 远地点高度是7000公里 所以它的射程只有1000公里 因为它有一个大的抛物线 是向上,在朝鲜半岛向上 飞了7000公里 然后再落回1000公里之外的近地点 它的落点是在日本的西部 朝鲜半岛和日本海之间 这个位置,是在凌晨的5点10分左右发射 主要是回应美国和韩国之间危险的举动 目前的现在韩国发射导弹 没有对日本和韩国相关的设施 和相关的领海内人员造成任何威胁 金正恩现在加强了自己的安保 根据韩国的情报机构的判断 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地位最近有所提高 她的女儿正准备成为新的继承人 金珠爱最近也参与了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的交谈活动 还与金正恩一起出访 并有官方发布的照片 那证实金正恩很有可能会接替金正恩 由他的很多的公开的一些行动和公开的照片显示 金正恩目前正在培养成为金正恩的实际的继承人 金正恩是有一个儿子的啊 就是金正恩在接替他父亲的第一年 实际上就已经生出了一个儿子 但这个儿子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是保密状态 没有对外公开任何图像和照片 随后呢又生个二女儿 二女儿就是这个金珠爱 金珠爱现在有意培养这个二女儿 那么这个老大他这个儿子出生以后呢 这个金正恩就死了 金正恩是看到金珍已经生出自己的儿子 接班人啊 他才去世的 那么也就是说朝鲜实际上是有男性继承人的 那么现在为什么选择金珠爱啊 或者为什么把金珠爱的地位提高 很有可能也是为了这个自己的这个长子 未来继承啊要铺路 所以金珠爱他实际上可能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哥哥 金正恩的长子 未来获得权力要进行铺路 有可能这个方向 那目前朝鲜半岛的局势呢 还是相对紧张的啊 那么俄罗斯方面的副外长鲁登科啊 访问了北京 鲁登科呢是与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 王毅于30号周三举行了会谈 双方讨论俄乌战争 并确认两国的全面战略关系 俄罗斯媒体呢 表示这一次鲁登科访问主要是回应 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要求中国对朝鲜出兵俄罗斯 配合美国 俄罗斯方面很快就派出副外长鲁登科访问北京 来和中国方面解释 并和中国方面进行沟通 62岁鲁登科呢是终生外交官啊 路透社说他会说英语和中文 鲁登科此次访问也是俄乌战争 出现危险的转折之际 乌克兰北约组织韩国 对万语朝鲜人民军进入俄罗斯 可能很快将前往俄战场 表达关切和抗议 莫斯科2022年2月 与俄乌克兰发动战争以后呢 鲁登科一直参与发展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 他还呢在俄乌战争初期 与乌克兰进行了和平谈判 并成为俄罗斯代表团的成员 普京呢向乌克兰派兵的两个月前呢 鲁登科曾说 后苏联空间 即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将永远是俄罗斯地缘政治的重点之一 这些国家无论走到哪里 不管他们如何发展 无论政治背景如何 都将永远是我们政治 地缘政治优先事项中的重点考虑 2021年12月鲁登科说 这是我们以前共同的苏联历史的一部分 周三呢 俄罗斯的文传电讯社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 鲁登科10月28号29号 对北京进行了工作访问 他与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刘斌 就俄中关系和上和组织之间的互动 进行了磋商 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维东 讨论亚太地区问题 并会见了中国政府的朝鲜半岛事务 特别代表刘晓明 声明说这些磋商结束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 外交部长王毅接待了文可 那说明这个谈判 会谈是相当成功的 俄罗斯外交部称 谈判的是在俄中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和战略互动关系的 传统建设性 基于信任的氛围中进行的 李晓明会晤中的双方 对次区朝鲜半岛紧张局升级 表示担忧 这种紧张局势 是由美国及其盟国 危险的加强联合军人活动 以及他们的建立军事 政治同盟加剧造成的 这种同盟损害了 其他东亚国家的安全 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表示 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消除全面武装冲动的风险 需要华人顿及其盟友 放弃集团对抗路线 不再推行引发冷战式对抗的 基于规则的事业秩序 俄罗斯和中国正继续密切协助 协调和互动 包括在联合国 寻求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 建立公平的 不可分割的安全体系 中国外部网站的说法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 中俄元首在喀山举行的 年内第三次会务 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双方要共同努力筹划 统筹协调好各领域合作 和各层级交往 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 中国外部网站表示 双方就俄问题交换了意见 朝鲜向俄罗斯派出了 一万人左右的部队 其中一部分正前往俄欧战场 最后遭到美国和北约的证实 美国务院发言人 马修米勒128号对记者证实 华盛顿明确向北京表示 我们对此感到关切 而且他们应该为其两个邻国 俄罗斯和朝鲜破坏稳定的行动 感到关切 乌加道楼10月29号表示 少量的朝鲜部队 约3000人已部署至 库尔斯克边境约30公里处 可能用于对乌克兰作战 乌加道楼新秘书 莱德少将告诉记者 有迹象表明 库尔斯克已有少量朝鲜军队到达 还有几千人正在抵达 或即将到达 那么我们仍然担心 俄罗斯打算利用这些士兵 参与对乌克兰的战斗 或支持战斗行动 那俄罗斯和朝鲜的政治和军事联盟 不断加强 克里米文工最初 将有关朝鲜部队部署的报道 成为假新闻 但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 并未否认朝鲜军队 在俄罗斯消息 并表示作为6月 与朝鲜领导人金专签署的 相互防御安全协议的部分 俄罗斯有权决定如何部署这些部队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于周三向吴家的楼 接待了韩国国防部长金永贤 双方预计将讨论朝鲜军队 抵达俄罗斯的相关问题 鲁登科这次访问北京 就是和中国方面 来共同讨论朝鲜半岛和朝鲜军队出兵俄罗斯 相关问题 现在看俄罗斯已经向中国做出解释 而中国派出网易和鲁登科会谈 也说明中国方面已经和俄罗斯方面做了沟通 而且取得了共识 我一直在讲朝鲜现在出兵的问题 朝鲜现在的出兵实际上对美国非常不利 因为美国要选择将重心移回印太 那么就会丢掉欧洲战场的主动 也是朝鲜它主动出击了 就是你要在我印太方向点火 那我主动出击向俄罗斯方向部署 你美国就要将重点部署回欧洲 那你印太方向 包括韩国 你要跟着朝鲜要前往欧洲 现在韩国正在大规模的向乌克兰部署 韩国的军事人员 就是心理战部队 包括500名脱北者 另外还有韩国的一些军事间谍情报人员 主要是朝鲜现在进入欧洲以后 韩国要跟着来 那么你看实际上朝鲜半岛的重心 过去是双方在围绕三八线争夺 现在变成了围绕了俄乌战场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把美国的重心转移回欧洲了 所以我一直在讲 现在看朝鲜这次出兵只有一万多人 但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为美国是想点燃亚洲的 特别是联合着日本 其实日本是不希望成为炮灰的 日本没有实力和中国俄罗斯直接在开战 那么日本又要配合美国 说得很强硬 但实际上做 日本已经跪下了 你看日本现在连个政府没有一个真正能说话好使的政府 政府现在执政党 自民党现在都已经趴窝了 现在都已经是少数了 并不能完全执政 所以日本现在是很乱 美国也无法指望日本真的能成为炮灰 带领韩国带领东南亚一些国家 像什么菲律宾 像新加坡 甚至在联合什么越南对中国敬为独 在点燃洞北亚 他没有这个能力 日本现在都趴窝了 那么整体看 中国现在和俄罗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应该是最后对表一定朝鲜半岛是不能升战的 俄罗斯和中国都会给朝鲜提供相应的保护 因为中俄和朝鲜都有军事同盟条约 谁在朝鲜半岛敢动手的话 中俄都会出兵 保护朝鲜 也是三八线 不为突破 所以这一点上看 中俄实际上已经对完表了 在朝鲜半岛一定要维持朝鲜半岛的安全 那么在欧洲方向 我觉得中国和俄罗斯是有对话 这个东西要是要做给美国看 鲁登科来 中国方面也提到了俄乌战争 希望能够缓和局势 实际上这个话说完了也就是给美国一个交代 你不是让我关切吗 那我也关切了 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由你美国和俄罗斯 你们来决定 因为首先中国不是俄乌战争直接参与方 中国没有引起过战争 也没有参与过俄乌战争 你美国对吧 你主要你玩乌克兰 你把基辅独立广场这个事件搞起了以后 对俄罗斯产生直接的威胁 最后你和俄罗斯关系破裂了 你怎么让我中国给你擦屁股呢 战争是你引起的 那由你来结束 你去找普京谈 如果你和普京谈不了 我可以帮忙替你对吧 来沟通 但是我们没有义务说中国就必须帮你结束战争 我凭什么帮你结束战争 我帮你以后你在背后你又捣鬼 对不对 你根本不想结束战争 那你说我做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最后解零还需进行人 由你美国俄罗斯 你们自己决定 但是中国在朝鲜半岛和朝鲜出兵俄罗斯问题上 中国实际上表明了态度 中国不干预 但同样中国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就可以 我们不干预欧洲失误 完全由俄罗斯和朝鲜 人家是两个主权国家人来决定 那么你可以看 实际上就是又把这个牌 又把这个球抛给了美国 那你们自己决定啊 你让我表达关切 我负起了国际责任 对吧 我也是五个常理出国之一 我们也表达了关切 那最后呢 俄罗斯听不听 也不是由我中国决定 对不对 你美国对我这个态度 对吧 我话一说了 你跟我一直在竞争对抗 对吧 你现在有求于我 你现在有求于我 那我出于这个责任 我说了一句公道话 希望大家缓和局势 希望大家能够和平 但最后俄罗斯听不听 还是要再看你美国 你怎么对付俄罗斯 你怎么对付朝鲜 你怎么对付国的 美国就很难受 所以现在看整个西方啊 现在实际上是陷入了一种矛盾 像欧洲现在越狱式啊 咱们把这个战火东引 在中国周边打一场 亚洲 亚洲北越 咱们欧洲国家 大规模的向日本机械 在中国周边打仗 一个呢可以给美国 对吧 表达一种支持 另一个点燃中国周边地区 然后呢 把战火从欧洲引到 俄罗斯远东地区 让中国也 周围也着一把火 所以欧洲想把战火 东引和美国 为了解救自己 是吧 再开辟一个第二燃场 但是现在朝鲜 首先出手 欧洲刚想把战火 对吧 前段时间这个俄乌战争 你可以看都逐渐熄火了 乌克兰已经看不行了 很快啊 这个朝鲜人民军就进去了 又把这个局势又搞起来了 那欧洲现在呢 你现在还有能力 是不是出兵 出兵远东吗 你自己那点问题还没解决 未来朝鲜人民军 一万可以变成十万的 那欧洲怎么办 所以现在看啊 整个的欧洲 现在正在美国 被美国牢牢的 套在这个俄乌战场 而未来的局势 能不能升级 要看中美俄 还有欧洲 各方 最后这个谈判的结果 这就是地缘政治吗 你想打 朝鲜这张牌 想打三八线 我中国和俄罗斯要保护 整个朝鲜迈岛 不出现大的动荡 那么朝鲜人民 提前出手 到欧洲去 完成对欧洲方向的部署 你包括这个德国方面啊 最近呢 也是进行了这个分析啊 2026年 俄军可能会占领 蒂尼伯和哈尔克夫 26年 20年底就 要完全控制 整个蒂尼伯方向 所以俄罗斯方面 目前啊 没有停火 没有停战的意思 美国现在看 也不会释放任何 缓和的迹象 不会释放任何 给俄罗斯有利的 相关的这种谈判的条件 还是要看 11月5号大选结束以后 川普能不能上来 川普上来以后 俄罗斯和美国 可能会有谈判 可能会有一个缓和的关系 但是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 既然已经做了 这个事就要做到底 普京是不会半途而废的 普京一定要控制整个顿巴斯 然后呢 通过从顿巴斯 再控制哈尔科夫地尼伯 沿边境地区 控制整个地尼伯河的下游 控制地尼伯河下游 其实像就控制整个黑海 包括克里米亚 那么下一步 普京可能会停火 就俄军也需要休整 大概是五年左右 可能还会有新的战争 乌克兰绝对不会消停 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三十年 俄战争还会持续 未来乌克兰的一代人 两代人 三代人 四代人 五代人 可能会陷入战争中 就是乌克兰未来的年轻人 只要出生 就可能被牺牲掉 这就是2020年2月24号 那一天发生的情况 那一天 我觉得会永远铭记历史 未来的三十年四十年 俄乌战争都会深刻的影响欧洲 乌克兰的一些年轻人 很多年轻人还没有出生 那些新出生的乌克兰年轻人 一定要记住 2022年2月24号那一天 改变了你们的历史 你们未来的生命 可能就与这场战争息息相关了 可能你们今天出生 到岁数以后奔赴战场 十年二十年以后 还要因为这场冲突去牺牲 这就是我说 政治人物没有远大的 思想没有远大的这种眼光 最后使得整个民族 处于战略非常不利的地位 战略上被围堵 被两头狼从东和西共同瓜分 你以为北约是好东西吗 你以为美国是好东西吗 你越投靠美国 越投靠北约 那你最后死得更快 人家把你当筹码 当工具 就像台湾一样 没有好结果 所以乌克兰未来的年轻人 要位 他之前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犯下的巨大战略错误买单 用什么买单 用生命去买单 目前已经死了几十万人 后面还会有一代人两代人 而俄罗斯既然已经开始了 不会停止 记住俄罗斯是不会停止的 整个乌克兰的东部地区 包括丁伊沃河地区 包括基辅 俄罗斯是一定会占领的 都不用想 这都不用想 就算普京不在了 普京去世了 后面的俄罗斯人也会继续干 所以这就是冷战结束 后苏联空间 最后的结果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你看这个时间段 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正好是中国和美国 进行最关键的国家 这种博弈的关键时刻 那你看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中国和朝鲜门岛 所以我说俄乌战争 未来只能是升级 中国绝对不会停止 俄罗斯的合作 那么美国想点燃东亚 想点燃印太 在朝鲜门岛 开辟一个第二任长 中国和俄罗斯也绝对不会通 最关键的是台湾问题 中国的核情问题 那现在有了朝鲜的出兵 有了朝鲜这个情况 我觉得美国 他现在也不敢轻易的点燃台海 因为美国绝对不能让中俄结盟 这个时候美国是关键 共和党川普上台 我觉得是现在一看大概率是这样 因为朝鲜一出兵 川普就赢了 你看看现在美国国内整体的 这个意识形态 你看美国国内整体的这种宣传 所有的人都看懂了 只能让川普上来 因为川普是和金正恩握过手的 你看看拜登那帮人 那个老灯和习近平 对吧都握手一共就好像三次 都没访问过中国那老灯 民主党 所以你看共和党反而跟谁都能对吧 都能见面都能谈 反而有利于美国在这个问题中 特别是已经把美国僵到这了 让美国有一个柔软的身段 可以摆脱这个陷阱 所以川普上来对美国更有利 你看朝鲜一出兵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今天 说白亚和习近平都有过沟通 朝鲜一出兵 川普就稳了 现在果不其然 你看川普现在支持 就是这个老灯民主党把事情做绝了 跟这个斗跟那个斗 对吧 跟俄罗斯跟中国 好像敌人一样 都不能见面 对吧 天天骂人家 你说你 你骂对方有什么用的 能显示你美国的强大吗 最后战场是怎么样 还是被人套牢了 这是愚蠢的 我觉得川普这时候 反而他这个身段更有利 反正咱生意人 就谈利益 也没有意识形态 他反而更容易跟这些国家接触 美国大选 我觉得川普获胜率很大 另外 川普他在谈问题上 他在很多问题上 他和中国之间也是有沟通的 所以未来的四年 你可以看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还会继续 但是中国早就已经完成了 八年以前 川普刚刚打贸易战的时候 那种的产业 中国已经产业升级 基本上完成 所以川普和中国 未来贸易战一定会有新的阶段 但是围绕整个朝鲜 整个台海 印太地区 为了中国 在整个战略上 特别外部环境上 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外部环境 所以目前看美国想点燃这个地区 想把中国堵到墙角 很难了 中国现在没有和任何国家交战 和任何国家 我们都是友好 都是合作 对吧 现在互联网说 有些国家天天骂中国人 你骂 我也跟你友好 因为你挑不出来我的理 那你们和别人的对抗 和别人对吧 互相厮杀 互相打 你就得求我了 真正要的是理 不是面子 中国人很务实 我干嘛跟你成的口舌之快 最后看最后谁笑到最后 我说过 中国的目前这个十年 目前这个十年 中国的人均GP超过两万美元 才是中国目标 跟那帮国家去打这个口舌 谁赢谁输 谁好谁好 坏没有意义 就是经济上发展 人均GP超过两万美元 奔三万美元去 你看到时候那帮国家 那帮国家都得挤破脑子来中国 就想留在中国 人均三万美元 你以为他们不留在中国吗 那个时候中国就开始清理外国人了 那帮外国人天天都得舔中国了 拖家带口的往中国跑 生活质量高了 再加上人民币 对吧 未来那绝对升值了 他赚人民币不比赚自己本国那张废纸墙吗 那一定的 一定的 到时候我觉得很多外国人 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也会变化 那个时候是中国怎么看外国 中国怎么影响你们外国 很多国家会跪求中国 你赶快派兵来吧 像跪求美国一样 保护我们 那时候你看中国在国外啊 整个的影响会过大 所以中国要的是未来啊 现在我跟你都有好啊 咱们不不参与任何战争 但是你一想到我这点火也不能啊 我也觉得会不同意 对吧 所以你看朝鲜问题就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周边啊 牵一发动全身 那么这一点朝鲜啊 现在出兵啊 俄罗斯我个人 我是积极支持的 我认为对整个缓和朝鲜门岛 还有整个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实施有利 所有的焦点还是在欧洲 所以你看欧洲现在 他现在和美国的关系也在变化 他突然发现啊 美国可能说咱们先打一打 然后在中国周边再点一把火 欧洲同意了 以为这一打也就是两年多 就结束了 在中国周边放火 火就烧到中国去了 结果这把火不但没有停 他们要常年烧 要烧个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欧洲不完蛋了吗 所以你看美欧之间也有矛盾 就美国也在 其实戏耍欧洲 所以我一直在讲 不要相信美国人战略家跟你说那些东西 他今天给你承诺的任何东西 你就当放屁就完了 欧洲不就上当了吗 真他们以为美国啊 只是打两年 对吧 把俄欧战争 俄欧战争点燃以后 再在东北亚放一把火 然后欧洲火一吸 对吧 主要烧中国 这欧洲一看好事啊 这我这点一把火 然后就烧到中国去了 结果现在朝鲜一出兵 火就烧到欧洲 一直在烧 你看一直在 现在一万多人 一万多人都没出兵 都一 还没开始打呢 我告诉大家 还没开始打一万多人 就三千多人的小分队刚进去 整个欧洲就毛了 你想想中国呢 中国后面有很多排克打 我中国的武器外来劲呢 我中国往你那卖点枪 卖点炮 卖点车 然后呢 人 我人 志愿军身份过去 个人身份过去 你看都可以影响你 你欧洲怎么办 你欧洲安全怎么办 未来中国如果和俄罗斯结盟的话 那中国的这个军火库 敞开大门给俄罗斯 那个怎么办 俄罗斯有钱呢 他拿这个能源就可以抵账啊 中国可劲给他造吧 那你欧洲怎么办 你说中国很多排克打 欧洲一下子把这把火点燃以后 突然发现灭不了了 那未来十年欧洲燃烧 这把火灭不了 你欧洲怎么配合美国制裁中国呢 好好想想没这个问题 你命根在我手里钻着呢 你的搞完在我手里钻着呢 我一松一紧 你是不是跟着同呼吸共命运呢 钻得紧点 你是不是难受 那你配合美国 你没读我 你不是笑话吗 欧洲突然发现 他成那个炮灰了 所以不能相信美国啊 给你的任何的 给你任何的那种 承诺 我告诉你 美国这帮战略家 他忽悠不了别人 就忽悠盟友了 反正美国不能吃亏的 你记住啊 跟美国人交往 他不能吃亏的 你必须在美国人那占到便宜 那美国就吃就就就开始要盟友吃亏了 要盟友的利益了 所以跟美国结盟是最悲惨的 或是会被美国牺牲掉的 你跟美国对抗反而还能活着 特别人还打赢了的话 那会成为美国真正的对手 说白了 美国还尊重你 你要是成为美国盟友的话 那完蛋了 那你是第一个被牺牲掉的 所以朝鲜问题 我一直在讲 现在朝鲜问题 已经变成了俄乌大陆的问题了 欧亚大陆的问题 也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争 深刻影响整个欧亚大陆 那么战火东引 是中国绝对不能允许的 所以朝鲜出兵俄罗斯 把战火在欧洲方向点燃 长期在欧洲消耗西方的力量 对中国我觉得是有利的 所以我一直在坚持 这个中国在俄欧问题上 中国一定要拉住俄罗斯 今天不要把俄罗斯当成个简单的 一个地缘政治的合作对象 要长期化战略角度来看 你未来俄战争结束 几十年以后如战争结束 中国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最大基因体 中国也要拉住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对中国是有重大影响的 这个国家绝对不简单 真正为中国长期的考虑的都要 都要学俄语 都要思考俄罗斯人 都要了解俄罗斯人 深深的从他们的视角来考虑问题 随后影响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保证俄罗斯和中国关系 是按照中国利益正确发展 不能让俄罗斯成为美国 围堵中国工具 要抓住俄罗斯 所以研究中国的未来 一定少不了俄罗斯 这才是对中国未来的前途 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现在很多的专家说 中国的未来是要和美国 但是真正的影响中国未来 其实是俄国 我一直有这个观点 不是美国 是俄国 俄国也是欧亚的一个重要力量 你如果俄罗斯研究不好 你如果不能把俄罗斯攥在手里 让它跑掉 成为别人的工具 中国就危险 谢谢大家